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色的 历朝历代皇帝龙袍的色彩也不尽相同 最早的龙袍是青色的 因为天子要着青衣 所以很多人误会将青色的龙袍当作是黑色的了 汉代规定 皇帝免贯为十二流 其十二排 为预制 免贯的颜色 以黑为主 免贯两侧 各有一孔 用以穿插玉姬 以与发际栓解 明镇皇帝常服戴乌纱者 上金 翻盘领 窄绣 绣龙袍皇帝 从服装的样式来看 样式为写领袍 为皇帝的遍服 在图案的构造和组织上也很有特色 除传统的形龙 云龙之外 还有团龙 正龙 坐龙 生龙 降龙等明末 清淡龙袍以名黄色为主 也可用金黄 杏黄等色 清朝皇帝的龙袍 据文献记载 绣有九条龙 龙袍的下摆 斜上排列的许多弯曲的线条 名为水角 水角之上 还有许多波浪翻滚的水浪 水浪之上 又立有山石宝物 俗称海水江阳 他除了表示绵延不断的吉祥含义之外 还有一统伤则和万事生平的寓意 龙袍正龙袖的正经威风 一团威严 形龙袖的极富国力 刺动而飞动 四条正龙袖在龙袍最显要的位置 前胸 后背和两节 四条形龙在前后衣襟不尾 这样前后望去都是五条龙 只寓意由五至尊 但是我们这样出面的算下来 却只有八条金龙 这语史书上记载的有出入 于是有人认为 皇帝是真龙天子 本身就是一条金龙 穿着龙袍后 金龙就达到九条路 其实这第九条金龙袖在里面的衣襟上 要掀开外面的衣襟才能看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lin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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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